沒有辦法專注 為什麼我覺得我周圍的那個人沒有辦法專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回到 我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我到底喜歡什麼 所以要培養專注力其實很簡單 你要讓自己可以培養 或幫助你旁邊的人 或是你的孩子可以培養 我們就要去尊重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你喜歡的是什麼 專注力其實很簡單 它在談的就是我喜歡這件事 那我喜歡這件事呢 我跟大家舉一個例子 我之前在醫院探診的時候 那有一次有一對父母就帶了他們的小孩來 那就告訴我說 老師我的小孩是沒有辦法專注的 他可能有過動的問題 可是我就看他們母子 還有家庭之間的互動 我就發現這個爸爸媽媽在講說小孩是過動 可是小孩就在看診的時候 就在我面前乖乖的坐了15到20分鐘 那身為一個過動兒 其實他不太可能會這樣子乖乖的坐著 所以我就在想說 是不是這個爸爸媽媽他們對孩子其實有一些誤解 或他們互動出了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跟這個小孩講說 那你可不可以跟姊姊啦 好不好 跟姊姊介紹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那就拿一盒彩色筆給他呀 那這個小孩呢 他就挑了一支金黃色的彩色筆 要寫他的名字 那就在他拿起金黃色的筆的時候呢 他的爸爸就在旁邊講說 老師叫你寫名字 你用金黃色寫老師怎麼可能看得到 你趕快拿黑色的起來寫 那我那時候在旁邊呢 我感觸就很深喔 你就看到說 其實會選金黃色的小孩 其實某程度他是非常有創意的 可是呢他就被父母矯正成 他要回去拿黑色的筆 那我覺得為什麼孩子不能專注 為什麼我們沒有辦法專注 為什麼我覺得我周圍的那個人沒有辦法專注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回到 我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我到底喜歡什麼 所以要培養專注力其實很簡單啊 你要讓自己可以培養 或幫助你旁邊的人 或是你的孩子可以培養 我們就要去尊重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你喜歡的是什麼 在尊重自己心裡面的聲音之下 我們在做事情就會變得很專注 我從小就一直被灌輸說 我在球場要非常的專注 但是我們要去思考一件事 就是說你一直在花很大量的時間 在特定的那種事物上面 我們常常會陷入到一個叫做 注意力疲乏的這種症狀裡面 我們一直被專注力這三個字給綁架 所以呢我也想說 藉由這本書來跟大家分享說 當我們陷入了注意力疲乏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自己一些 在專注力這過程當中 一些小小的熱質嘛 然後讓自己在專注力過程當中 還能夠保持這個 對專注力的熱情跟熱忱 我在專注力這個定義上面來講是說 它對我來講非常難 但是我也必須要 所以我必須要在 這過程當中找到一些方式 讓我來維持 我在職場上面需要專注的力量 掃描庫朗寇不要錯過精彩內容 按讚分享訂閱瘋傳媒 小鈴鐺開起來 一起來跟瘋 開起來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哈哈哈